刑志院长陈县人增扬彰这家企业 从早期稻米器座一路到集团栽培 近年来成立智慧联盟 以高科技应用导入传统农业生产 目前有超过700位器座农民 专建人也勤勉企业 持续扮演产业丙投养角色 带动国内水稻产业升级 共同引领台湾稻作产业进步 像米乌企业这样的一个成功 实际上就是给年轻人一条很好的路 就是说只要你很努力你很打拼 那你就会像这个赵浩一样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到现在每年可以差不多上千顿的外销时机 还有我们在一个去做的稳定一个成长的时候 让我们整个产业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希望说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也把台湾的毫米显向到全世界 益者也呼应农业部优质农产品的三品策略 加上农民用爱种植 企业用心经营 才能一年获得农粮署奖项肯定 新唐亚太电视叶喜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